大家好,我是美食小刘小刘 我今天做的是羊肉大葱馅的饺子 皮薄馅多,鲜嫩多汁 先和面 盆里加入中筋面粉,加入少盐 然后分次少量的加入温水 边缓慢加水,边用手搅拌 把面粉搅成絮状的时候,把它们揉成稍软的面团 面团揉好后,盖住饧面半个小时 取过空碗里面加入一小把的花椒 加入热水浸泡一会儿 大清早去市场上买了一斤多的羊肉 羊肉洗干净后切成条 然后切成小块 最后剁成馅 羊肉馅剁好后放入盆里面 下来调馅 加点生姜末进去 加入盐,鸡精,料酒 再加入生姜和老抽 再分次加入刚才泡的花椒水搅拌 按同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让羊肉把调料和花椒水吸收进去 搅到羊肉有点阻力就可以了 下来准备几根大葱,切成葱花 然后再加点热油,搅拌均匀 做羊肉馅饺子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让大葱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咱们这个馅儿就调好了 最后面团饧好了 把面团再揉均匀,揉光滑 就一小块面团揉成长条状 切成董粪的小面剂子 然后搅饺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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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包了,我看你包的 不测不测 不管好不好,尽管包住了 我还以为你真不会包呢 住手 来,你在这边包,多一张饭 这边包的还不错吗 这不也挺好的 我告诉你,这样子以后也可以 一挤,好了 看到没有 你不是把边捏上了 这么一挤就好了 这也可以,包的非常好 锅里水烧开后,下入饺子煮 煮饺子的时候,往锅里面加入一勺盐 这样煮饺子的时候呢 饺子之间不容易粘连 带肉馅的饺子煮四滚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 就做好了 想起扑鼻,看着就流口水 吃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蘸上辣椒油吃 皮薄,馅多,鲜嫩多汁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你俩都吃了 来看 人家说的 饿死过饭的 哈哈 什么咋的 走路不长眼睛 柔柔你别跑 知道我是谁吗 只要在金铁城 我就把你抓出来 抓出来 你怎么在这儿 秋秋,你回来了 我刚回来 你这儿出什么事了 别急了 刚刚有一个人 疯疯癫癫的走路不长眼睛 踩着我马车点都过去了 你看我这马车点让他踩的 我这可是新车啊 我爹要骂我了 跑到哪儿跑到 那边 快 走